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二十大之後高層人士密集調動 近期又對北京、上海、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市一把手進行了調整 現年62歲的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被公認是習家郡遙遠 習的外將 在習近平主政浙江期間 陳敏爾就在浙江主管宣傳工作為習近平樹立正面營章 香港《星道日報》11月14日報導 陳敏爾劃張卸任重慶市委書記 接替李鴻忠擔任天津書記 李鴻忠則可能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陳敏爾劉低的重慶書記空缺 由浙江省委書記袁家君捕毀 陳敏爾原本被外界視為二十大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船之一 甚至被刊作在中共王柱、習近平的潛在接班人 但在二十大上陳敏爾卻未能入上 讓外界跌破眼鏡 如果陳敏爾再被調去天津 基本上相當於坐了爛板椅 被外界認為屬於習派內部的實力者 時事評論員蘇文仁表示 陳敏爾倘若接班李鴻忠任天津書記 都只是評級調動 與其他已入上的習家君李強、蔡奇、李希 與丁薛祥四人相比 陳敏爾已被邊緣化 有分析指出 陳敏爾因一度被輿論打上習接班人標籤 引起習的顧忌因此沒有讓他入上 蘇文仁則認為陳敏爾在貴州、 重慶等地方的政績表現或並沒有讓習近平滿意 近日 網包廣州市海豬區多地發生居民大規模抗議活動 憤怒民眾推翻了警車 11月15日 自由亞洲電台發推文說 週一晚 廣州多處民眾示威抗議封城措施過嚴 疑此知情者張盛奇說 這件事禁一貧友目擊過程 被和諧鎮壓了 捉了一波 汽車不准上路 捉緊找機會人啦 網友謝萬鈞15日發推文說 廣州海豬引夫被封控在家 臨盤不准去醫院 結果引夫孩子傷亡 引發民眾暴動 困料內容顯示 有人說 橋南新街一個地方大人小孩都沒有了 其他兩個人問什麼事? 個人回答一個引夫要生 不准出去在家掛了 然後將人推出去找他們罵起來 此外 新疆烏魯木齊都爆出極端防空事件 14日網友李老師不時李老師發推文說 新疆烏魯木齊把核酸陰性的人拉去方艙 人家家丈夫還是偏袒 小孩還在上網課 現在微博上對這個發了就生 影片顯示在西山小區工作群中網名 地西洋的女子留言質問 我們好好的人為何要往方滄拉呢? 是不是要將我們拉出去全部感染? 該女子悲憤哭訴 自己老公腦出血偏袒 小孩還在家上網課 你們要將我往死裡逼? 你們今天敢來你們就來 我都不會說 我一頭撞死你 動一動拿警察來威脅我 該女子還說 前面小區那麼多陽性 不往方滄拉 現在這個小區不殺到 都不理 現在陽性和陰性的人都拉 對此有網友發布影片 今天你爬都要跟我爬去集中營 影片中顯示 雙腿不便的老人被拉進來旁邊 一路從頭爬到尾 龐欣看到都心酸 影片中可見一名雙腿不能行走的男子 正在處著一個小凳 慢慢向門外跪爬 在影片中 一名男子說 好像這種人都不應該來 另一名女子說 你把人家拉來做什麼 受罪啊 你又不差他一個 人家說 抗疫無情 人有情 現在什麼都無情 有網友感嘆說 一個國家 警察變成黑社會 軍隊用來鎮壓老百姓 法官以關係判案 記者顛倒黑白 溫柔是非 律師失去辯護權 醫生拿人命賺錢 教師失去靈魂變成淫君 信仰和良知被關進監獄 老百姓日日飲著毒水 呼吸著毒氣 識著毒食品 這樣這個國家就是地地道道的地獄 11月14日 在網友《正視歷史》 傳播真相發佈的影片中 一位上海老人說 有來世的話 嫌和上帝要說好 沒有民主 嫌不投胎了 有人問 沒有民主 你不投胎啊 老人回答 嫌死了之後 嫌跟上帝可以談條件 不要嫌轉世質疑 要嫌轉世 沒有民主 嫌不再轉世 此時老人抬起手搖搖 旁邊人問 你認為現在民主嗎? 老人說我可以回答 不從正面回答 老人雙手抱拳說 正面無可奉告 從側面來說 家天下 黨天下 對此 疑似知情人回覆說 這個頻道的確是採訪上海市區的石庫門房子裡的人 叫近觀上海 都有網友評論到 老爺子說得實在 中共一直自稱是民主國家 但外界指出 中共對中國人民審查、監控、壓迫 中國不是民主國家 其本質是一個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 在中共掌控的同一戰線的大山下 有八個小政黨被允許存在 但他們不被允許挑戰中共 中國有行政分支、有立法分支、和司法分支 但均要服從於中共領導 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會議 但中共高層往往在會議召開前 就已經對相關立法做出決定 中國的全國人大被世界稱為 長皮圖章會議 世界人權宣言曾列出各種公民自由 包括生命權、言論自由權、私隱權、集會自由權 以及思想、良知和宗教上的自由表達權 以中共當局基本無視各種公民自由 在印尼巴里島的G20峰會期間 印尼政府為了迎接各國領袖到訪 準備了專用車輛 拜登乘坐的野獸專車堪被移動彈黑 可以阻擋火箭炮、炸彈、生化等軍事等級攻擊 而這次中共也效仿美國 準備了領袖大車隊L4 有科技專家分析 N701車的配備及規格數據被視為國家級機密 作為中共的黨魁用車 它應該是配備了高端的防彈安全功能 零食在G20峰會上 中共官員還造出了令國際社會震驚的舉動 當日美國ABC新聞台的製作人莫利·拿哥 被允許參加拜集會的媒體公開會的少數記者之一 他在媒體簡報中描述 在記者們離開時 自己因向拜登提問是否會向習近平提出人權問題 而被一名身份不明的中共官員猛役背包 導致他身體失去平衡 然後那個人又將他猛地推上門口 中共官員的粗魯令國際嘩然 英國每日電信報對此即現 在中國官員對記者進行肢體阻撓 甚至大打出手都是屢見不鮮 中共當局經常懲罰和扣留他們不喜歡的記者 有評論說 中共對新聞自由的一貫淺踏和漠視 再一次暴露在國際社會面前